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 同一對 我的影片到你 永遠看不膩 今天又回歸我們暑假最狂系列 傳說不快出所 出事你找我 今天呢我們受到委託的是一位 來自香港的玩家 皇帝我正躺在床上打手槍的時候 我的手機就叮咚叮咚 打開看了一下 原來是來自粉絲的呼救聲 皇帝我立馬出動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粉絲 對皇帝我說了什麼 他說皇帝你好 我的庫拉皮卡中了 等十分鐘都沒有跑出來 你可以幫我看看是發生了什麼事情嗎 我就回他說你認真嗎 然後他就說認真 主播可以拿我的帳號去看 我一聽到這句話 我就知道這個忙我幫定了 為什麼呢 因為皇帝我有一種很奇怪的怪癖 我看著別人的帳號 我登錄別人的帳號 我也很興奮 哈哈哈哈 我總算拿到了你的東西 哈哈哈哈 接著這位玩家呢 就把他帳號給我 所以皇帝我就直接 毫不猶豫的登錄進去 看一下這個人 到底發生了什麼狀況 我就點了庫拉皮卡這個首頁 我們從最右邊這一排可以看到 這個人基本上是抽完了所有的獎項 接著呢系統就跳了出來 恭喜這個人獲得了以下獎品 也就是我們庫拉皮卡的造型 那皇帝我就繼續在這個網頁 反覆的確認是不是真的有中獎 那在我3000萬次的反覆確認之後呢 確定他就是有抽這個庫拉皮卡的造型 系統郵件裡面也沒有資料 但是點開這個人的銀咒造型呢 完全沒有庫拉皮卡 他寫未擁有 皇帝就覺得很選囉 明明系統顯示有中獎 卻沒有派發獎項 難道是官方在搞嗎 皇帝我直接跟官方槓上 各位粉絲們你們要知道一件事情 我不會因為收了官方的業配 收了官方的錢 或者是官方的達人秀 我就不幫大家做事 我永遠站在粉絲的這一方 各位了解 當然能夠賺錢很棒 但是粉絲才是我最大的財富啊 然後呢我就接著繼續在他的網頁 在他的這個帳號裡面 尋找庫拉皮卡造型的蹤影 但是呢就是沒有找到 真的是沒有找到 無論是郵件背包 還是說體驗卡什麼的 能開就開 能看就看 我已經點到我的龜頭都破皮了 就是完全找不到這個 庫拉皮卡的造型 這個時候皇帝我就崩不住了 我接下來的行為 如果你覺得皇帝真的很man 一定按個讚 訂閱我 我跟你講以後你出事 皇帝我造你 我馬上動用我的人脈 聯繫到官方的最直接人員 替這個粉絲解決他的問題 我把影片丟上去說 目前有幾個粉絲 反應抽獎抽到卻沒有拿到造型 我看了好幾次真的都沒有 這部分可以協助處理到嗎 謝謝 這是我第一次在傳說對決的 達人群組裡面講話 因為我覺得講話好像有點 小丟臉可能提出的問題 可能太小提大做什麼的 但是為了粉絲的福利 這次我選擇的發聲 結果我在講出去的時候 就馬上另一個達人跑來在底下 就是這個群組回覆我說 幹嘛把這個東西傳群組 直接傳給待接的人不就好了嗎 就類似在回怼我 然後我整個就尬到你知道嗎 好歹我也是替粉絲做事 而且有問題本來就要回報在群組 不然這個群組是要幹什麼的 再加上 皇帝我好歹也是資深的達人了吧 也在這個達人秀裡面好幾年了 我就馬上聯繫了 內部人員直接問他說這個人是誰 難道群組不是用來反應事情的嗎 他說他也在問 可能是後來新進的達人不知道是誰 群組反應是沒問題的 那也有跟這個達人反應說 如果他在講這種話的話 會把他請出去達人秀 你們懂那種心情嗎 我為了粉絲發聲 為了粉絲努力 然後還要被其他達人回怼的感覺 重點是我完全不知道這個人是誰喔 然後他就突然回怼我 我也是很傻眼 人生第一次在這個傳說對決 達人秀的群組發言 一發言就被回怼 對然後後來他就把這些訊息全部收回 那接著另外一個官方的人員 就跑來私訊皇帝我說 哈囉皇帝 那位新進達人不懂事 我教育過他了 也讓你造成困擾不好意思 我說好 不然確實挺尷尬 讓我有種早知道就不要反應的想法 然後他就說 國中生不懂人情事故 已經有跟他提醒了 到這邊皇帝要跟各位講 官方是真的有在做事 像是這種就是粉絲福利的問題 我們達人替粉絲爭取 他們官方的人都很積極 你看一個人嘴我 一個人回怼我 馬上就來兩個官方的人員跟我抱歉 說這個行進的達人比較不懂事 我為了我的粉絲 我還跟官方剛上 之前啦之前 然後現在這次為了粉絲 跟那個達人剛上 皇帝我真的是 我只能說為了你們 我是套心套廢 要被送到菲律賓 OK你們這個時候要說 欸皇帝 所以到底這個粉絲的問題解決了沒 你們等一下嘛 皇帝是不是在講故事 而且可以吃瓜難道不好嗎 一路吃到底 OK那接著呢 皇帝在過了差不多一兩個小時 就收到了一個陌生的訊息 簡單來說就是這個回怼我的達人 他就跑來跟我道歉 他就說在群組裡面講那些話 可能講話不妥 冒犯到你 我很抱歉 我就問他說是哪個創作者 他說他是抖音的 我就接著問他說抖音的哪一位 他說怎麼了你要罵我嗎 抱歉 我說我不能知道嗎 他說沒有 我說我自己去調查也會知道 不如你自己講吧 然後他就給我他的帳號 抖音帳號我就看了一下 他說抱歉你還不開心嗎 我說我只是比較好奇 為什麼你要怼我 他說對不起 那時候想說傳給戴階而已 抱歉 我說有問題本來就要在群組回報 我加入達人秀好幾年了 然後這個人呢 他就說了解 我知道是我自己的問題 那其實我也不是那種 咄咄逼人的人 你知道嗎 我覺得你只要知道錯了 你也想改變 你也來道歉了 我其實就沒有理由生氣 但是呢 就跟之前教育那個國小生一樣 我覺得有機會就是要教育這些 比較年輕的人 讓他知道說 做人是不能夠這樣子的 但是我其實沒有想對他怎麼樣 就是單純的想教育他 但是在他知道他自己做錯之後呢 他也是一直道歉 我覺得這個就蠻有誠意的 所以皇帝我早就不生氣了 但是如果我很輕易的原諒他 代表說他以後這樣子做 別人是不是也會很輕易的原諒他 所以皇帝我就繼續教育他說 你在群組講話很不禮貌 感覺就在教我怎麼做達人一樣 他就繼續道歉 我就覺得好像差不多了 不用再繼續兇下去了 那看到這邊可能很多觀眾會說 唉唷你幹嘛小提大做 人家又不是故意的 你幹嘛這樣兇人家什麼的 我跟你各位講 今天如果他不知道他這樣是錯的 他以後就會這樣去對別人 你會希望你的家人 你的朋友 在可能在講什麼事情 很重要的事情的時候 然後被人家搶 被人家回對嗎 你也不希望吧 你自己本人都不希望了 所以各位要將心比心 我今天教育完他之後 他以後 就不會再對別人這樣 如果他還會的話 那這個人真的沒救了嘛 但是皇帝我有機會就教育他 就像之前皇帝有那個國小生打電話來鬧我 然後很多人在留言區說 你幹嘛對國小生那麼兇 難道國小生就不應該被教育嗎 我不會因為你的年紀 而來決定說 喔 我應該好好的怎麼樣怎麼樣 不是 你今天騷擾到我 就是你的不對 好不好 你爸媽不教你 我來教你嘛 接著我就繼續問他說 那我問你 那個群組是用來幹什麼的 他說是討論傳說問題的 我說那我把傳說的問題丟上去怎麼了 他說沒有 所以是我的不對 我來跟你道歉 我就說我接受你的道歉 因為我已經氣消了 他說謝謝你 我以後也會自己再注意 想跟你當個朋友 你看張子是不是很好 那如果我從一開始就不跟他計較 沒有跟他講清楚張說是不對的 他可能還覺得張子很屌 覺得張子很酷 各位懂的意思嗎 皇帝我都快哭了 呵呵呵呵呵 我皇帝幫粉絲謀福利 結果沒想到 哼 要經過層層關卡 但是呢 幸好我們的結局是好的 在皇帝我努力的最後呢 來各位看一下這個粉絲的回覆 各位這個粉絲說 謝謝主播 主播辛苦了 結果再隔天吧 應該是隔天還是當天 我也不太記得了 他就馬上說 主播謝謝你 他就馬上拿到了這個 酷拉皮卡的造型 馬上解決 各位 傳說派出所出示你找我 好不好 今天我是真的覺得說 我有這樣的能力可以去幫助人家 我覺得很OK 來來來各位 你覺得皇帝很帥的 幫皇帝摔牌 皇帝超級帥 讓我知道說我做這件事情是真的有用 來各位 記得追蹤我的IG 你以後在傳說遇到什麼問題 皇帝 我造你 好不好 如果是我能力範圍內的 我一定會幫你嘛 比如說什麼 你帳號被盜啦 希望去查清楚啦 比如說哪個人嗆你啦 希望把他抓出來 沒有啦 不要這樣子 我們和平相處 那今天的傳說派出所系列呢 成功 好不好 皇帝成功拯救了一個 香港粉絲的這個 庫拉皮卡造型 也成功化解了這個 傳說對決大人秀裡面的群組 呃 糾紛 應該算糾紛吧 OK 反正呢 皇帝我算是 欸 對 可惜可賀 可惜可賀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告一段落 如果各位喜歡 記得訂閱我 打開小小鈴鐵 也別忘記追蹤IG 各位 IG一定要追蹤 你沒追蹤的話 皇帝我真的是會很難過 我希望 我這樣子那麼認真的幫助我的粉絲們 希望我的粉絲你們 也可以好好的幫助 皇帝我互相好不好 好啦 謝謝大家 我是皇帝 我的影片向你 永遠看不膩 那我們下一部影片見啦 大家掰掰 下一部影片見 對 講話有點操有點呆 我們下注 讓他們 我 我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